两道攻击碰撞 恐怖的余波 轰然爆炸 两股力量纠缠 让其数千丈的擂台 都是颤动不休 似乎下一刻呢 就将要崩塌 无数能量被擂台边缘的光幕 困在擂台之上 不断地聚变 北风与子魔两个人 不得不支撑起了一层防护罩 抵挡着源源不断的冲击波 咔嚓 光幕吸收能量的速度 远远比不上能量增长的速度 一道倾向传来 光幕之上浮现出了一道的裂缝 轰 整多擂台不断地颤动 猛然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身处于其中的北风与子魔两个人 已经停手了 静静地看着擂台的巨变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空间越来越坚固 擂台边缘的光幕之上 浮现出了无数锁链一般的符纹 在其光幕之上游走 万丈 十万丈 百万丈 擂台不断地扩大 越来越宽阔 一眼看不到尽头 但是在乌信等人的眼中 擂台还是只有数千丈大小 这两个人的战力 已经无限地接近真正的帝皇强者了 乌信失声 面色动容 不过是万年尊呢 战力居然这么恐怖 乌信有种挫败感 不仅仅是乌信 其余的青天位也是如此 目瞪口呆 感觉自己修行这么多年 与辞子的差距 怎么会这么大呢 好强啊 要是之前 拉此人进入我们队伍 也就不会遭遇到 这种恐怖的对手了吧 我们也可以轻松地通过考核 之前拉拢北风的那个青年 瞠目结舌 原本队伍之中的其余几个人 也是后悔不已 这一下子 可以放开手脚了 北风舒展了一下身子 先前场地太小 根本不能够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数千丈的范围内 两个人大站起来 无数的能量会越积越多 最终的结果就是两个人 会被这股积压到极限的能量重创 熊鹰鸡 北风的身子重重踏在大地之上 如同一头巨熊 而后下一刻的身子腾空而起 如同是熊鹰一样 一飞冲天 一头生长着翅膀的熊皮虚影浮现 震慑珠天 北风手捏拳印 从高空俯冲而下 来得好 子摩仰天长笑 恐怖浩瀚的气血 让半边的擂台都化为了紫色 一条大蛇缓缓的凝聚 伴随着子摩的拳印 一尾巴向着北风抽去 辞了 空间如同布匹 发出了破碎的声音 但是索摇塔中的空间坚固无比 只闻其声 不见其形 当 两道攻击如同石质 刹那间碰撞出了金铁交割之声 恐怖的能量粒子向着擂台四周扩散 空间泛出了涟漪 噗 大蛇直接被熊鹰姬抓出了四个血洞 紫色的血液滴落 如同真正的生灵 而熊鹰姬也被大蛇的尾巴抽到 身的量强 一下子炸开 果然比我还强 北风兴奋着 有压力才有动力 此时的紫摩比自身还要强 但却并不是强的令北风绝望 再来 北风的身子刹那间消失 出现在紫摩的身后 形意全印 眼而不发 而后向其后心积去 隐隐有着龙虎之音传来 紫摩刹那间反应过来 对自身的肌肉控制 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境界 不见动作 但是整个人 突然如同风中的柳絮 轻轻地向后倒退了几步 而后身的攻起 如同一条捕猎的大蛇 刹那间向着北风扑来 拳印如同蛇信 刹那间吐出 正是卡在北风就力已尽 心力未生之时 重重地与北风 还没有收回的拳印 碰撞在了一起 当 两枚拳印 蹦射光芒 如同神兵交击 登登登登登 北风的身子 如同被大山击撞 刹那间被击飞 身子连连后退 每一步落下 都在擂台上留下了 一个个脚印 北风的身子不断地颤抖 一股股麻木的感觉 瞬间传遍北风全身 而后子摩 不过是后退几步 就停了下来 再次向着北风冲来 距离着北风 还有数百米 子摩的身子 刹那之间腾空 脚高高地抬起 如同一把斧头 向着北风劈下 斩龙斧 北风脚下发力 身子冲上高空 同样一脚向着子摩斩去 一把苍青色 古朴无比 带着龙纹的斧头 在北风的脚下凝聚 紫青两色渲染擂台 而后如同两颗陨石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噗 恐怖的能量爆发 无数的能量炸开了 一朵朵的蘑菇云 北风整个人的半空 就忍不住吐出了一口鲜血 身子重重砸在擂台之上 而子摩的身子 也是如同在风暴中的小船 不断地动荡 一道长数百米 深二十厘米的裂缝 出现在擂台之上 裂缝之中 充满了两个人的力量 此时要是以万年尊巅峰 触碰到这一条裂缝的话 其中的能量爆发 足以是撕碎一位万年尊 北风渴血 但是双眼 却是前所未有的明亮 有些吓人 哪怕始终是落在下风 北风依旧毫不在意 与这点伤势相比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 北风看见了自己的进步 原本已经达到 万年尊境界大圆满的境界 可身体上呢 还有着一些瑕疵 这是北风进击太快 来不及打磨通透的地方 可如今 这么一些瑕疵 在这场战斗之中 却是不断地完善 药形拳 北风不经反省 身子刹那间翻身 化为了一道流光 身子直冲云霄 快 无法形容超脱思维的快 此时北风的速度 比起之前 快了最少一倍 场中浮现出了一道道残影 每一道残影 都是不同的动作 从四面八方 向着紫模进攻 砰 蹭 一阵阵的碰撞声音响起 不少弟子 根本看不清 两个人的交手了 假的吧 这个速度 居然连看都看不到 岂不是说想要杀我 一招就足够了 一个弟子 努力地瞪大了眼睛 却是一无所能 只能够知道 场中两个人 对战很精彩 至于怎么个精彩法 你问我 我他妈问谁去啊 不仅仅是这个师兄强 连这一头妖魔也好强啊 这么恐怖的攻击 居然都被挡了下来 一个弟子 嘴角抽搐 再也不敢拖打 叫他失地了 北风越打越畅快 同时 也是越来越心惊 要情拳 代表了速度 能够让自身的速度 大幅度地增幅 可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方居然全部接了下来 或许对方的攻击速度 没有自己快 但却是像一座乌龟壳 方寸之间 自己的攻击 根本破不了对方的防御 与其对比 北风自认为远远不如 自己呢 已经把肉体的潜能 挖掘到了当前的极限 恐怖无比 自己的速度 对方的意识 没有可能反应得过来 可对方的身体 却是反应过来了 同时 这也与北风自身有关 动用药性拳 固然能够让自身的速度 大幅度地增加 可缺点却是 让自身的 每一击的力量 都会有所下降 不然自己的攻击 固然对方可以挡下来 但是也绝对不会想 现在这么轻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